他总有请 小马21岁来自陕西学生 有请 小宫22岁来自河北学生 有请 欢迎两位 是同学吗 是同学 是一个学校的 交往了多久了 交往了一年多了 那今天为何而来呢 就是我想谈一个 就是正常人谈恋爱 但是他吧 就是特别叛逆 总共唱反教 然后有一些 特别奇奇怪怪的想法 让我特别理解不了 奇奇怪怪的想法 比如说什么想法很奇怪 就像我们两个人 就是刚在一起的时候嘛 然后我妈说 带他回去看看吧 我说行 刚在一起就要带回去看看 因为我家比较传统 然后就说搞对象 必须要带回去看看行不行 然后我跟他说 我父母比较传统啊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父母可能会问一些 就是比较传统的问题 让他说行 然后他当时头发还有颜色 然后我说你就染回黑色吧 然后他说行 但是见我父母的时候 他染了一个更鲜艳 更鲜艳的颜色 啥颜色 就是特别纯的蓝色 我觉得那个东西 不能称之为叛逆呗 就是主持人 我也想在见他父母的时候 把自己更好的一面 展现给他的父母去看嘛 而且我觉得那个发色 就是可能会更好地 凸显我的个性吧 就是不要让他的父母认为 我说我是一个就是那种 没什么主见的人 但是见我父母的时候 也不止这些事啊 我父母想让我找一个 就是幸福一点的家庭 他主动跟我父母说 他跟家里的关系不好 然后没有经济来源 然后我父母就问 那你没有经济来源 那你生活怎么办呀 然后他说是靠女朋友 然后还说啃父母啊 啃朋友都不是啃女朋友 然后就等饭吃了一个小时 然后就让我把他给带走了 他的父母就是 一开始就是提那些 就是能不能买房之类的 这些谈钱的问题 我觉得又得过于俗套了 就是你要反击的是 他们的俗套 对 那你跟你父母的关系怎么样 我跟我父母关系 只能说是我经济独立吧 然后也没有那么糟糕 但是也算不上好 这个我们怎么理解 经济独立是啃朋友啃来的 还啃女朋友啃来的 我自己其实有在兼职 那你跟你父母是什么关系呢 就没有亲密到 就是在一块儿 就是能落一天的那种 多半时间还都是说一两句话 然后就不怎么交流 在这个岁数都是这样吧 对 爸妈的关系好吗 我爸妈关系也跟我差不多吧 就他们两个关系也是那种 比较紧张 但是有没有那么紧张的 那你读书 你父母给你学费吗 学费是假的 但是生活费基本是自理的 我没有去要这个 因为我也想着 自己去做一些 能做的事情嘛 所以那个啃朋友 啃女友是开玩笑 纯粹就是为了反击他父母 就是开头提前那个 俗套那个想法 那明白 就是明明自己有兼职 还非要跟我父母说 他没有工作 没有经济生活 这不是唱反调吗 明明提前跟他说过了 他还这样说 我问一个问题 你觉得他这样 对你父母算尊重吗 不算尊重 你觉得呢 我也觉得算不上尊重 那为什么不尊重呢 可能还是就是一开始 坐在那儿开始吃了 没几口饭 就开始提出什么 能不能买得起房啊 这种问题 那我这个就 有一点生气了 因为我不太想 就是说在 现在这个阶段 去谈钱这种事情 行 听明白了 这是你觉得 是你自己的一种 处理方式 对 但是我回去 跟我父母 也很难交代 他们就让我跟他 就是分手嘛 但是我就一直说他的好 然后一直给我父母 打圆场嘛 然后就因为我老 给我父母打圆场 现在我父母 都不愿意给我生活费了 然后我就跟他商量 我说 给我生活费怎么办呀 然后我们两个人怎么办呀 他就说没事 我正天养你 你就在里面待着就行了 你只给我画大饼 那也不叫画大饼啊 那我每天也有 就是说自己去挣钱啊 什么的 然后他就吃喝玩了 就行了嘛 那我每天啃馒头 也不可能饿着他一顿啊 他是这么说 他没有做到呀 他就每个月 只能靠画沙画挣钱 挣一千多块钱 那我们出去约会怎么办呀 他只能就是每天晚上 出去跑跑外卖什么的 我看他我就心疼嘛 我就没办法 又得在里面要钱了 那你为什么不出去打工呢 我出去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嘛 然后就想要 才找家里面要钱 后来也有出去打过工 然后但是当时 被领导给说了 回来之后 就跟他就抱怨嘛 然后他就说 你就是什么事都干不好 然后他也说我 就是就是关于他 兼职这个事情 因为我建议他 去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嘛 当时他比较喜欢小孩子 那我就说 那你要不去试试 做一些学前班住校啊 这种 说能接触到 小孩子一些工作 然后你自己也喜欢 也能赚一份钱 结果他就是那种 刚开始说喜欢 干了一天两天 就不干了 这个就我不太能理解了 行 但是明明是他先说 就是养我的嘛 然后不让我出去 你真信哪 你需要人养嘛 不需要人养 对啊 那干嘛呢 那他这么说了 他也没有做到嘛 然后我就心里面 就感觉难受嘛 然后他就看他难受 然后又去找家里面要钱 他知道之后 他说我背叛我们两个人了 那一开始就说好 结果你又低头 就像向家里面要钱 我觉得这个就是 就是背叛了 那这个也被嫌弃 反正后来 还有被嫌弃的事情 就是过节日的时候 给他编手链 编红色的手链 就是自己编的 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然后就送给他了 他就觉得 这东西多俗啊 然后俗不可耐的 然后他就又不乐意了 这主要的问题是 现在大街上 好多人手上都带 我觉得就是 大家都干的事情 我就是觉得那个东西 就是有点 所以你喜欢跟别人不一样 对 与众不同 对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 这是你喜欢的姑娘 亲手给你编的呀 就是还是感觉 感觉上是有点难为情 就是不愿接受这个东西 那他嫌我俗啊 那我能怎么办呀 然后 能怎么办呀 然后我能怎么办 那我 那过节日 那是我送给他的礼物啊 他还是嫌俗 但是他过去 他也送给我礼物了 给我报了一个 就是电子琴的班 挺好啊 但是我根本就不喜欢 我就是爱运动 我不喜欢那个 就是动手啊 就是那些东西 他想让我跟上他的脚步 跟上他的灵魂 那为什么是 报一个电子琴班呢 因为他喜欢 就是什么画纱画呀 动电子琴啊 就是多才多艳 就是这种手动的东西 我刚刚报那个班呢 是想着就是说 他可以去讨厌琴操 一边讨厌琴操 一边多一项技能 还有一个就是 可以和我 就是一块玩音乐嘛 也是想着通过这个 去增进一些 更多的那种共同语言 高山流水 玉之音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都扶琴 对对对 想得还挺浪漫 但是他也不止这一件事 详细我俗 像两个人都刷抖音 然后他还是觉得 他自己比我更好 因为我愿意 在就是直播间啊 买一些就是小东西 小玩意儿 女生嘛 然后他就喜欢去 买一些书啊 回来看什么的 他就觉得自己特别好 然后我买东西就是俗 一比较我还是俗 首先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 我去买一些书籍什么的 也不算就是说浪费钱 精神食粮嘛 对吧 是 但是买点这生活里的小东西 也不是俗啊 俗是一方面 我觉得他那样就是 没必要 没必要买那些东西 没必要买的东西非买 那就是浪费钱呗 这个必要和不必要 是谁界定的 小的 就是我界定的 对啊 女生被打击得够呛是吧 就我刷个抖音 你都同样刷抖音 你都算比我高级 对 伤心了 对 有的时候他让人 特别无法理解 像我上大学的时候 然后就是有一个前男友嘛 后来他队友不好 就分手了 伤害过我 后来我就遇到他 和他在一起了 在一起之后 前男友就回来骚扰我 给我发消息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去帮我 把他赶走吧 然后他居然想 跟我前男友啊 做个朋友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 没有必要闹得这么僵 对吧 就是君子能动口 就不动手嘛 然后再一个就是 能把敌人转化成朋友 就是能坐下来好好说 那干嘛 何必去大动干戈呢 对吧 坐下来说了 讲了 但是我前男友 根本就不是他这一套 说看出来 你男朋友 甩这种手段了 以后别甩这种手段了 他觉得自己被打脸了 他就是跟我前男友 一起之下打了个赌 说那个如果 我前男友 能把我约出去的话 他就跟我分手 如果不能的话 那我前男友就消失 那肯定是约不出去啊 但是他最后还是去了呀 主要是最后他还是去了呀 他去了以后 就是就是 我还是蛮生气的嘛 那我哪知道你们的赌约呀 而且当时我前男友 跟我用了一个手段 说让我跟他出去 见一个面 把以前我送给他东西 都还给我 然后断绝关系 再也不来往 我一想这是好事啊 然后就出去了 他又觉得 他自己被打脸了 然后非要跟我闹着分手 我好说再说 他也不跟我分手了 主持人这个不是打不打脸的事 就首先就是 我跟我的女朋友 他前男友打赌 然后人家还赢了 那我就觉得 那你为什么要跟你女朋友的 前男友打赌 我也有好胜嘛 这个事情本来就是因他而起的 因为我觉得前男友嘛 已经是过去史了 就不应该把他再放在现阶段 他为什么来骚扰你 你把他全部连接放在里面都拉黑掉 到时候断干净 那不就没这回事了嘛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没跟他说呢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你呢就还是因为最初的那些东西 这就是一个矛盾点了 就是最初因为那些东西喜欢他 他现在就是因为那些个跟我身上不同的东西 然后我们俩又没办法聊到一块去 是这个样子 那还喜欢吗 其实是你说不喜欢那骗人 对吧 多多少少事事还会有感情的 但是要说特别喜欢也就那么回事 因为马上就被冲突嘛 是吧姑娘 一开始喜欢他 肯定喜欢的是他的与众不同 对 结果发现他的与众不同 给你带来的全人生活里实实在在的困扰 没错吧 对 你觉得女朋友俗吗 你跟女朋友谁高谁低 我是觉得她是有很多 现在这个阶段来说 是过于世俗的强法的 可能是我的思维跟她不一样 然后也没办法去理解那些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她俗 她不是说她这个人一定就俗 所以你愿意接受她身上那点俗气吗 其实是愿意接受的 就是也在也在说是去努力的去给她做一些 就是像报电子情班啊 让她看书啊什么的 对啊 她都像你一样了 她的新鲜和吸引你的地方不就没有了吗 小子 这就可能就是另一个矛盾点的所在了 对吧 我其实还挺喜欢她们的 那女生说我的男朋友很奇怪 我不能读懂她的想法 男生说好像她吸引我的那部分 就是我们俩不同的那一部分 对 但这种不同的又让我觉得 很难相处 对 来吧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然后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这个呢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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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音乐 我要陶冶情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一点我觉得女生值得我去跟男生探讨 很好的相守 哎呀 但挺难的啊 交给时间吧 男生 毕业后一定会去支教吗 会去 女生 毕业后你会跟他一起去吗 应该不会 你们两个就是不同个性的人 对生活有不同的追求 既然刚才我这个问题问完你们都是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为什么一定要强求对方改变 你做你的风雅没有任何问题 我可以有事和远方 但是你要求对方改变他的生活 而必须陪你在一起 那就是不合适的 每个人的志气不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同样对女生来讲也是一样的 你都说了我一定不会去 你为什么非要强求他留在你身边 他就是适合远方的人啊 还有一个女生 你刚刚有一句话 你说 我就在家里等着他呀 我没有去打工啊 他大学生 靠自己的打工赚自己的钱 不仅给自己花还给你花 可以了 一边要学习一边还要工作 那既然你想真的跟他在一起 可能你就是要去打工 如果你说我就是想靠我的男友 就不要选择他 因为他给不了你要的生活 所以彼此好好的道别 去感谢一下对方曾经给了自己不一样的生活 我们的人生就是增加阅历的 可能跟一个不一样的人谈恋爱也是增加一种阅历的方式 那现在我们知道未来的方向不一样 有好告别 感谢对方 并且去走自己的路 才是对得起自己最好的做法 云在青天 水在平 各过各的呗 我想跟你平等的交流一下 不是作为一个老师啊 跟你平等的交流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很喜欢你 我本来想说 你和我年轻时候挺像的 后来我 真的 我一点不开玩笑 真的很像 我年轻时候 对自己的评价就是杜福贤李白的一句是 痛饮狂歌空度日 飞扬跋虎未神雄 后来我想到一个点就是 我特别不喜欢跟别人很像 我相信你也不喜欢跟别人很像 所以我就不说我们俩很像 重点在于是什么 我年轻的时候 在人群中我感到很愤怒 我相信你是一模一样 在人群中你感到很愤怒 当你感觉到同志化的时候 感觉到很愤怒 当你看到像他或者像他父母这样的 一群一群一模一样的人 要你做那些事情的时候 你也会很愤怒 这个愤怒在年轻的时候 我只会感同身受 我就能感受到那种愤怒感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一样 为什么我要去做一个螺丝钉 为什么我不能去 独立的我自己 就是跟你们不一样的 但是我一直没有理解 这个愤怒的本质是什么 我一直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 才理解这个愤怒的本质 这个愤怒将是什么 是我们身处在这个世俗里面 想逃离世俗而不得的愤怒 这个愤怒不是靠染蓝头发能解决 这个愤怒也不是靠去看几本书能解决 这个愤怒是因为我们本身就出生在世俗里面 想逃离但我没有找到出路和方法带来的愤怒 这个时候我就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现在没有办法接受世俗的美 我是能够理解的 没有办法接受世俗的美是因为你心中还没有一套真正独立的属于自己的审美系统 当这套审美系统建立起来之后 你就能接受世俗的美 说白了 月亮与六便士 六便士你接受不了 不是因为你是月亮 而是因为你没有成为月亮 阳春白雪和夏里巴人 你接受不了夏里巴人 不是因为你比夏里巴人更高级 而因为你没有学通阳春白雪 云在青天水在屏 我开场时候讲的 云在青天就一定高高在上 水在屏 就一定比你低俗吗 错了 两个是同样一个东西 都可以变成水蒸气 它是一个同样的东西 只是不同的形态出在不同的位置而已 所以对于你来说 可能更重要的是要去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审美系统 最后再给你一个经验之谈 体验和创作是不同的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去体验文学 我们去体验诗和远方 我们去体验独立的 与众不同的那些东西 我们去体验像李白那样的状态 我们去体验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创作过 你是永远感受不到一个创作者 所能够创作出来那个独立的世界 真正的独立是在创作之中的 而不是在体验之中的 因为你所有的体验都是别人给你的 而不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 这是我给你的经历 至于你很简单 跟不上就等待 等不了就离开 离开也不是跟什么坏事 年轻时候跟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谈过恋爱 就好像跟天上的一只候鸟 谈过恋爱 还可能飞到了一个遥远的远方 但是很多年之后 你在某一条河的河边 你会想我的青春的时候 我曾经和远方的一只候鸟 谈过恋爱 然后你回到你自己生活里面 你生活里面你的丈夫你的孩子 给你非常非常充实和满足的生活 那才是生活 你没有白费过青春 你没有白费你的一生 就这样 谢谢 陆希老师讲那些 他其实最核心的是什么 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创作者 这里面最核心的不是破坏 不是否定 是构建 其实如果每个人可以做好生活的构建者的话 生活就不够美了 就在那个所谓的这个俗气里面 房子也好 车子也好 你在这个所谓的俗气里面 你说我一直在奋斗着 我也会看到一种美 这不是也是在构建吗 所谓体验是什么 你给我房子哦 你给我车子哦 所以我是觉得两个人不一样 挺美的一段恋爱 就是彼此欣赏 从欣赏开始 到发现我欣赏的东西 是不能够融入我的生命里的 或者我生活里的 那我们就勇敢地说再见吧 爱不爱是你们自己的事儿 我们这些人只是提了个建议 对不对 你们参考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为什么 大家知道 这些人是在村里哪里的 那我拿去体验 就该是这些人 会看着我 什么 很止意 你 你 我看着你 ز墨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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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